中文叫藍梅白蝦 它真正原产地是二瓜葛 它是属于价格的 它要长大,它要痛痕 破一次它增加差不多是28% 所以我们的水啊,乳矿物质要够 如果不够的话,它不要脱 你的全长就拉长了 买蝦苗回来,两个月潜射 潜射了再养到两个月到三个月就卖完了 然后差不多四个半月到五个月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人工盐 它的磕比较薄 但是对吃的人来讲是好 因为你一公斤它多很多只 然后它相当大只,但是只是它轻而已 但是我们卖的时候就不值得了 但是也没有什么了 很多人就吃了会吃到吃 所以很多人吃就像我们这样养的 它连磕都吃,因为它磕很薄 但是真正下磕是很有益的 它里面的东西叫霞克酥 还有排量元素和超线 所以是很好的东西 现在我们说是说你不会用这样大的糖 直接用铜 用人工盐把它配上来 做到它一样一样 我们的海水咯 你这样可以养的吗 我们有海水侠,海水鱼,淡水侠,淡水鱼都有了 利用维生路来控制那个水 维生路控制了水 你的水好了 那个鱼虾就搞定了 现在很好咯 Biofork又可以帮你抵抗疾病了 有这样的技术 你的成功率又高 然后 你那个生产量提升很厉害 我们现在用这个方法 在6公斤到10公斤 旧的方法1公斤 我们的生产量 比它多6倍到10倍 我们现在的水不是清 我们的水是粉红色的 我们用那个 其实那个粉红色是细菌 那个维生路的 然后 鲜肥镜都可以看到 那好处在这里 它又可以吃 我们的鱼虾可以吃它 因为它是有很小的东西 吃了它 它里面也有维生路 也有那些营养的 所以你的鱼虾吃了它 它抵抗力又好咯 这个Biofork 它好像一群那个精队 如果有菜的要进来啊 你要过我这一关咯 我们的鱼啦 像看雌熊 我们从它的脚来看 外表你看不到咯 外表一样样的 它最明显的地方 是第一对游泳的脚 我们叫它suming lake 然后你看两个suming lake的中间 多一个小的脚 这个 这个里啦 这个是它的绳子器官来的 熊的 这个 母的 没有的